人美心善 原来曝光DM 这设计是辱华言论的网友并不是中国人 感谢的近日 国际知名的奢侈品牌都学人 个班里度加班的音音的广告片陷入争议 网友指出 视频中的女主发出奇怪的中式发音 和用筷子吃鸡发等等是在歧视国人 其实虽说在几天前 该品牌又已经是在国内删除了该视频 但是在一位网友与该设计师辩论的时候 遭到了该设计师的破口大骂 并且各式直接说出了辱华言论 而由于该品牌在今晚于上海有着一场大秀 可是在该事件继续发酵之后 许多的大牌明星都纷纷的表示到 不会再去打品牌的大事了就如 张子怡 陈坤 李冰冰 黄晓明 王决海 真子丹 杨子 迪丽热巴 火箭少女 王大陆 唐一新 七威 李承选 杜家 范城城 姬林辰 木子洋等 这么看不管是邀请的还是品牌的代言人 甚至国魔偶都是直接罢业走人 而这个事情一出就算是黄牛都是集体给观众退款 一瞬间此事的严重性也是不得不让BG公司方面充分的重视起来 在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在INF以及微博等社交平台发声明表示官方和设计师的账号被恶意告取 并且为不实言论而道歉 虽然毕竟公司已经紧急公关 可是如此套路的洗白方式 大家是显然不能接受 毕竟他们的言论只是在说明这次的事件是由导号引起 并不承认是自身的问题 而在事件的逐渐发酵之后 这么错误的公关方式显然是要得到一定的回报的 在之后公开声明了 这次大秀将改期 不过相信就算是改期 如果就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话 那么这场大秀恐怕就将是无期了 不过在此我们是否是忽略了一个人呢 他就是让我们知道此次事件 没有让我们蒙在鼓里的那个人 我们真的该感谢他 而知悉这次曝光之人 其实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而是一名亚裔模特 这位小姐姐全名 在他知晓这件事情后 就第一时间找到其设计师 告诉了他这已经是引起了种族歧视 结果谁知道竟然大人不惨 于是愤怒的小姐姐 只好是让这件事情曝光了 这位小姐姐全名 在她的社交平面上 这么写道 嗯 大家 我平时并不会做这种事 但这个帖子 我希望可以引起公众的注意 因为DJ的 Stefano Cabernet 对我和中国进行了种族主义的攻击 而且我实际上并不是中国人 仅仅因为我对她那个 毕竟爱中国的广告提出了意义 这就是这位小姐姐的照片 真的是人美心上非常的美丽 并且她的男友也是十分的帅气 看来这位小姐姐不仅是外貌这么美 连心里都是这么的美 那么在此向小姐姐道一声谢谢